网红凤梨吴红一日前申缘友人刺青狮刁伯幼女已遭保姆虐死 结果真相出炉后大翻车 为此道歉 之后网红冯玉婷爆料 凤梨不止社后部里还吸毒 冯玉婷贴出两张直播截图 雕出K粉研磨盘 小红盖透明罐 安装K粉之容器 冯玉婷直言 凤梨就算被新闻暴乱丢烟地 下面留言也是骂得像犯了天条一样 因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她出球开花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败坏社会风气 整天在那边装疯卖傻 调皮捣蛋 被开副本就启动黑底白字悠悠般忏悔文 一边道歉觉得自己错了以后会谨言慎行 一边删除检举封锁对她不利的留言文章 她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小弄弄 不断的忏悔 冯玉婷表示 凤梨整天在那边说自己多忙 观念多传统 结果在外面到处播种你女友知道吗 她痛斥 大家会那么反感你是因为你死性不改 整天说着不想给阿嬷家属二次伤害 记得20年前混沌面 结果忘了阿嬷住哪 梅和姐还说有包红包 结果不知道包多少 前一天发满满愧疚的忏悔文 隔天马上用名音橘子呛大家 你这种调皮捣蛋的就是欠人下架 此外冯玉婷也爆料 凤梨明明有女友 却社后不理 而发文曝光后 凤梨前女友网腰意外诊入纷争 遭凤梨案指示爆料者 更趁两人拆伙后 不止一次打来索取金钱 网腰发文感叹 之前我被踩着尸体往上爬 现在又有我的事了 但为了自清网腰晒出过去两人的对话记录 从网腰贴出的对话截图可见 她在2022年5月跟凤梨抱怨 是你要投资 金额我付款 你被诈骗我承担 你应该把金额还给我 或是按键单号给我 我去改 结果凤梨回应 你真的蛮闲的 过好自己日子就好 整天在那边讲一些以前怎样 我实在觉得蛮好笑的 好险有尽早跟你这种人分开 另外网腰也无奈表示 自己一直忙于开店 也不曾攻击过凤梨 本来不想网路上的一切纷争 不料如今却被骂爆 只想认真过生活 大家都生活很苦 努力赚钱